据说射出去的子弹 通过弯曲360度的钢管 子弹会沿着钢管不断转向 并且射出后还能杀人 为了研究转弯后的子弹是否具有杀伤力 亚当夏娃找来了弯管机 将空心管子插入机器进行弯曲 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后 管子达到了完美的弯曲程度 接着亚当把管子安装固定好 夏娃则摆上一块厚厚的组织替代胶 希望能拦下子弹 现在管子的区率半径约为88寸 就是说如果它是个原直径 大概是15尺 一切准备就绪 亚当按下开关 子弹瞬间射出 子弹似乎顺利绕过弯道射出 然后射进组织替代胶 亚当查看子弹时发现子弹还很完好 只是磨平了一点点 所以子弹至少能划过钢管 然后猛力射出 第一个弯度最小的管子 得出的射出速度是秒速622尺 这个速度是十分致命的 而且子弹射入替代胶14.5寸 如果子弹射中侧着的下滑 这肯定会贯穿它的身体 现在要让测试完美落幕 他们再次使用弯管机 把弯管弄到最弯 让它接近圆形 此时区率半径为23寸 摩擦力增加就会减少成功的机会 但是他们都很乐观 尤其是亚当 准备上手这个世上最重的呼拉圈 那么来看看它会带来好结果吗 亚当还很乐意把自己的帅气利牌拿来当靶子 看看子弹能不能射穿自己 靶场再次准备开火 亚当再次启动开关 这次成了吗 亚当力排胸前被射了的洞 如果力排有心的话 现在已经会漏气了 夏娃测量后发现子弹射入了10.5寸 那来看看高速摄影机画面判定中端速度 结果射出的中端速度是秒速338尺 毫无疑问 射中人的话会直接一枪毙命 很明显子弹经过弯曲的钢管 虽然会减速 但是仍然是致命的 我是弹丁 我们下期见